这天好奇宝宝昂吉拉问了罗兰一个问题 所有人类女孩在窗上婚纱的那一刻一定会幸福吗 罗兰听到这个问题 就说起了与昂杰丽卡相识到结婚的时光 昂杰丽卡他啊 嘿嘿我的昂杰丽卡 马姑姑说 与最爱的人在一起了 一定很幸福 当然其他方式也可以获得幸福 比如养仓鼠 后的没正面回答 他只觉得花架服装会很美 昂吉拉问了小朋友 小朋友说在爱的人身边就会幸福 当初易诺克就说他穿什么都漂亮 红姐不知道干嘛去了 昂吉拉找到了图书房最后一个女孩子 索妈闻到了乐子的气息 听到昂吉拉有事 嘴角洋溢出了微笑 昂吉拉问 如果穿上花架 就会变得幸福吗 索妈打了个比方 两个字 房心 房心他真的是猩猩吗 房心 所以你看都市 行为里面讲 本子合积 咖啡雨杯 红姐与我 所以问题生与有 有归于无 昂吉拉听不懂 索妈见计谋得逞 赞昂吉拉实践一下就知道了 可怜的红姐成了被迫害对象 索妈偷偷瞬移到了身后 捆绑住了红姐 然后昂吉拉强行给红姐换了套花架 于是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世界的英雄迷糊 此刻正在暴走 战斗斗本来应该让罗兰受苦的 但这能好使我们怎么能不让真CP上场 看咖啡杯谁都笑歪了 这就是红姐的花架 红姐看起来很生气 投杀都扯掉了 第一幕就直接虚无迷茫 然而这红姐没有变化莫测 他有光芒限制 那简单了 给他上圣剧 我给脑残带了两张消耗牌 等一下拿翡翠梅弄掉红姐两颗头子 不得不说红姐的强打 花束不能耍成大刀 特别是这你太花掌 好大啊 多看几下就会被益损冲炸 我记得上次的麻酷泳装也是如此精彩 这个也够精彩的 红姐用了常用的异响体树叶 胸肠力爪比较麻烦 但我仔细抗了队伍 我们做不到一回二杠25%的血 呃可恶啊 没有翡翠 红的发烫的负面情感 刚才爱打了 好在红姐没啥光芒 她的其他树叶依旧没有减费 我们随便打 又没有翡翠 我的翡翠轰炸流没了 红姐真生气了 直接撕开花架 露出了白丝 啊 这是玉珠啊 是玉珠 红姐没光芒了 那游戏结束了 我们用落幕终取送送她 红姐怎么可能逃得过最强之人 红姐抓住她后教育了一顿 可惜花架服有些上损 大家觉得这套服装很好看 然而幕后黑手 此刻已然偷了 挑绿的脸红点赢这一批机 不按照得这么冷的 不按照 旁边的只需和数捏 靠近这一批机